就在听证会开始没多久 特朗普在推特上加入战斗 他炮轰约万怒维奇 每去一个地方那里就变得糟糕 他从索马里开始职业生涯 那里怎么样了 在乌克兰 新任总统在和我的第二次通话中 对他颇有悲词 任免驻外大使 绝对是美国总统应有的权利 这则推文发出后没多久 主持听证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希夫立即做出回击 认为特朗普可能是在恐吓证人 希夫要求约万怒维奇 在现场电视转播中 对特朗普的攻击言论做出回应 现在总统在现场的攻击言论 现在总统在攻击你 你认为这有什么影响 你认为这有其他观众的 能力来进去 和强调犯的错误 这很刺激 这是刺激的刺激的刺激 是吗 我说我不能讲 什么总统在做 但我认为这个影响 是在恐吓的 约万怒维奇是 特朗普弹劾谈查系列 公开听证会第三名证人 美国负责欧洲和亚欧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帮办乔治肯特 和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 威廉·泰勒 已经在13号首先公开作证 另有八名证人 下周将出席公开听证会 大人证人 下周将出席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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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第一名证人 下周将出席公开